相较于改编国外经典 故事工厂艺术总监黄志凯 想要做通俗一点的作品 他今年将加演人气原创剧本 叫做三个诸葛亮 他找来很久没有接演舞台剧的黄嘉谦 三个说书人要改编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 有后裔嫦娥 牛郎之女梁柱和白蛇传 当然他们一定会大大的改编 不会乖乖照着经典演 例如摄日的后裔摄了月亮 把奔月的嫦娥给摄了下来 这几对情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先来看看精彩的彩排 这个作品其实是我把中国的四大民间爱情故事 然后来做改编 用现代人的角度来重新改编颠覆 然后我去想说 我们为什么要说爱情故事 我们为什么要听爱情故事 所以用了很多说书的方式 然后来重新诠释 同此后裔与嫦娥两个人 就过着平淡剪读的日 阿吾 饿了吗 来 吃点东西吧 然后 一人一半 没关系 都给你 不 你知道伴侣的伴怎么写吗 一人一半才叫做伴侣 我们都知道说是嫦娥为了要吃下 那个偷吃长生不老的灵药 一个人吃下飞到月球上面去 剩下后裔的人在地上 我都觉得这故事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后裔它既然能够射月 它为什么不能够射月呢 后裔拉起弓箭 拉弓一射 这一间不偏不移刚好射进了 广寒松导 阿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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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位 吾 阿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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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兔 借 借 这一借 让酒别的后应与嫦娥又再度重逢了 爱情故事有三种 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那叫童话 爱得死去回来悲剧收尾 那叫经典 因讯息已读未回而吵架 叫真实人生 所以这故事其实一直在 一直在经典爱情故事跟现实生活中 我们在做一个辩证 但是相处之后我才知道 原来她其实是个控制狂 她总是否定我的一切 让我很没有自信 和她在一起我没有任何的自由 好像在坐牢 我的姐妹都叫她典狱长 这次嘉天姐加入了 在作戏的部分 在情感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是更饱满了 然后但有一次 我在跟杜世梅聊 我们在开玩笑 我找我嘉天姐来演 她说那太好了 为什么 我说因为杜世梅她之前演白蛇的蛇 她觉得我怎么觉得 我不管怎么演 观众会不会觉得我都在演蟒蛇 她上次跟我开这个玩笑 我说那刚好 我找嘉天姐来给她看 什么叫水蛇妖 但是我们的流行不行 我们可以说一个属于自己的经典 经典是经典 我们是我们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经典 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说一个属于自己的经典 这是我透过三个注文量 想要传递的